人好三杯 十一 七 三杯 五杯 你快点吧 因为这不全身麻醉 现在在帮病人订这个头架 我们要治疗脑部的病灶 你会均匀吗 会吗 我会均匀 所以我不让你家属进来 我怕你女儿看到 会害怕 会害怕 深呼吸一下 深呼吸一下 好吧 她拿掉 她拿掉 从前面上可以看到 她三个平面很清楚地变出了 来 好 好 感冒吗 一位37岁的消性病人 因为右眼视力模糊 检查再检查 竟然发现脑里面长了肿瘤 必须在神经外科接受手术 然而肿瘤贴近大血管 很容易大出血 医护团队如何协助这位病人 度过生命的难关呢 肖玉胜先生 今年37岁 因为脑部疾患 住进神经外科病房 护理长蔡父亲 带领了医护团队 细心地为肖先生 准备放射治疗前的所有需求 他会笑我就退了 不会 不会 你真的 你真的头很大 中的东西比较多 你会均匀 会吧 不错不错 均匀 均匀 因为这没有全身麻醉 对 现在在帮病人定这个头架 我们要治疗脑部的病灶 因为它的病灶刚好靠近四神经 我们俗称的是脑下垂体肿瘤 他已经 张医师已经从鼻腔手术过了 他是有残侣的肿瘤 我们现在是用立体定位放射手术 来帮他治疗胜宇的肿瘤 因为他胜宇的肿瘤 紧贴了大血管 没办法用传统手术挖干净 不然这样很危险 总比大出血 所以剩下的肿瘤就是用放射手术 来帮他治疗 因为要靠这个架子来治疗的当中固定 以防他不自主的动 这样就不会了 紧喔 会觉得很紧 因为紧才会准 好 我们治疗之后一定要紧 深呼吸一下 OK 很好 深呼吸一下 好吧 你也冒汗了 医生也冒汗了 好 让你休息一下 好 然后我们等下 再下去做核磁共振 好 所以我不让你加索进来 我怕你女儿看到 会害怕 会害怕 对 我给你按摩一下 那有差吗 有 这不用钱 要收钱 那有差吗 有 有 神经外科资深护理师罗秀冠 临床工作将近二十年 负责协助医师进行放射治疗 和术中监测等高度专业的技术性工作 好 这样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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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放轻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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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在用核磁共振 MRI定位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 它的水平跟它的 那个角度水平 都要很准 对 当它有一条线 没有办法成就表示有弯掉 OK 那现在完成检查了 好 我们要变向海了 好 刚刚是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是看Brain里面的所有构造 包括神经 脑组织 就是一些 就是神经的所有的 看得到的构造 那个电脑断层 现在就是比较偏重于整个头骨 对 这样子 所以我们用两个影像去做重叠 然后精准度会更好这样子 用立体定位放射治疗手术 肖玉胜先生 罹患的脑下垂体肿瘤 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家人也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给大家看到 你要带帽子 拜拜 你要带帽子 不要 臭臭的 刚好今天是那个万圣节 万圣节 你的装饭真 对啊 肖先生的案例 便是在疾病形态 日益复杂的趋势下 神经外科护理师 所需面对的挑战 从医疗诊治 术后照顾到后续复健等阶段 医疗团队透过细腻分工来完成 其中父亲护理长扮演了病房内 协调统筹的灵魂人物 2013年10月30日 离拜四病人总数31人 要隔离的病人有152 153 182发了KUB已经送了 28的话要发了胃镜 222要做Lamia Tummi 37要做Dx Tummi 清洁的 没有 没有清洁的 主任有什么事情要宣导 最近国际间最大的医疗事件 就是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又叫做伊波拉出血热 他的症状就是会发烧 各州可能会出血 防护的话如果疫情发生的话 防护的话就是我们急救车上面有四套 四套的那个隔离衣就是穿起来 就是比照SARS的那种防护这样子 现在目前就像主任一样 大家不要恐慌 他只是国际疫情间最好 现在就是在讲的一个疫情 就是大家就知道 因为身为护理人员 第一线护理人员 都要知道现在的一些消息 就是身为第一线的护理人员 就是流感一定要完成 其他人有没有什么事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交班 大家辛苦了 要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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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楼 您好 南丹 有的 进来的交互病房床上来三个 三个 然后入院的有两个这样 我在忙配床 怎么控床 就病人进出 流程 就哪一床要给哪一个病人 哪一床要转出去交互病房有几床 上来这样子 床位的那个调度 是生完了 二换三五二 因为二三二还没出移 所以你赶快改一个层 二三二转三五二 好 干啥了 好 谢谢 接着第三个 至义 至义 至义六言不 二三二变人来了 没事 你的东西拿了 拿在楼上 好 雷射 三五二 雷射 身为一个神经外科的护理人员 你必须要对这个整条脊椎 还有脑部非常的一个了解 因为我们这边脊椎的病人很多 然后做蜜蜜蜜蜜 就是那个椎非常切除素 然后进去开刀 也不知道 他到底到底里面到底做了什么 然后或者是病人压迫在痛了 到底是哪里压迫到 然后先跟你讲一下 这是我们整条颈椎 椎总共有七节 然后再来踢 就是胸椎 再来就是腰椎 然后我们病人常常就说我手机痛的话 腰椎那个L4到L5 HIVD 就是糖就是这一段 那你看哦 他这里是追板嘛 然后这一块软软的是什么 这肩盘 这个都是我们科的一个 那个如果越了解的话 那整个那个照顾病人你会越轻 就是在八月份的时候 会有一批那个毕业班进来 那那个心经人员进来的 护理长就是要负责教学的一个部分 那我自己坚持教的话 就是会教他们急救车 再来就是那个他的电击器 还有一些交班的内容 因为交班的一个完整性 有跟他的那个病人的病情的变化 还有评估 跟那个整个后续是息息相关 因为有时候你那个交班如果有个漏掉 一个重点漏掉了 可能会延迟那个病人的一个一些治疗 所以 好 27 你把他放过27 27 他可过去的加15 好 不愿意 不会啦 你一直跟下车啊 好 放个色录齁 好 OK 深呼吸 好 嗯 等一下晚上到8点半才可以喝水 喝水没有吐的话就正常吃这样子 吃东西就少量多餐 因为你刚开完到我们就水多喝一点 让它排泄掉这样子 护理师廖佩琴在神外病房有9年资历 她深知开刀后的病患异常虚弱 所以在进行每个护理步骤时 会特地的放慢速度 并详尽告知 接下来的护理动作及术后注意事项 让病患拥有充分的资讯而感到安心 好 等一下要補火喔 对 364 没法热喔 我说学啊 现在144 75 嗯 很高一点 现在要开始補火喔 我说到对你的学生 你叫江湾鸾嘛 生日几核 8月28 好 这个A型 A型 不过期间 直到到期日是11月18 今天是10月27 会输 会输两代喔今天 好 不是阿公 现在要开始補了 你娘娘是有 会穿啊 或是发修啊 或是 或是 唯冠那些 你就随着我们说 对 对 有时候每次製 那个不一样 躺这样可以吗 躺这样可以吗 躺这样可以 躺这样可以 好 这样我们今天就是先補火 还要煮点滴 先把体力補起来 好 看要做什么 好 好 谢谢 这一次那个团体胃教 你要讲什么 我跟佩琴 就是可能讲预防跌倒吧 再加强病人家属认知跌倒这方面 比如说窗啊 麻痹啊 还有示范这些部分 这样子 播一些影片就是跌倒造成的后果的一些伤害的一个 一个影片给他们看 就是他们有一点就是提醒的异味 还有一些图片 我觉得这样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 有啊 我跟佩琴有打算做啊 嗨 好 他还给床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哎 刚才他看风景 那个我们等一下10点半啊 会有一个那个团体卫教 然后讲预防跌倒啦 因为那个菜灯杖他要需要人家服务他上下床 然后有些技巧要注意 待会儿麻烦你参加 对啊 就会就是教你们就是一些技巧 翻身技巧上下床的技巧这样子的 那我这次的主题是预防跌倒 因为身边外科北人他都那个坐啊 比较不稳 然后走路比较不稳 有时候会服用一些抗点险的药物 然后就会想睡觉 然后万一尤其是老人家 身外病房 有许多是需要长期附近的病患 护理团队每个月固定举办团体卫教课程 这个月由资深护理师廖佩琴及吴玉娟负责 透过详尽的投影片教学及实作示范 让病患家属可以学习照顾的知识和技巧 然后应该也是要穿具有防滑效果的鞋子 就不要打赤脚走路这样子 这是下床 床头要咬到 然后由躺变成卧床 然后坐床旁边 对 坐床旁边 然后脚可以摆动就促进循环 两天的分内就可以这样 就慢慢的下床 就这样子而已 下床的时候动作要防慢 其他用法也没什么问题 你这个可以两段事 那我先生那个情况不行 你是说在家里面吗 对 如果是在家里 我们的椅子没有 我们的床没有 没有这床 或是说坐倾斜床 也是90度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折叠式 你知道我这个 要有工具也要有药领才能 对 有一个部分是出院准备的个管师 他会提供你一些 比如说你要去购买一些床 或是一些 那时候有捧住 对 有捧 住戒是哪一个单位 就扶具中心 许丽梅的丈夫 因为脑伤瘫痪在床 正面临了出院后 没有医疗床的窘境 如何扶病人下床 成为她最大的困扰 梅花 我在11楼 那个151的家床 想要请教你一些问题 那你 好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 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蔡父亲会长 另外一位就是独导 李财源独导 然后另外一位就是 我们的刘荣东主任 也是神经外科的主任 阿长 要不要回想一下 当初选择护理的时候的想法 其实我从小就是在那个乡下长大 我家住小琉球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蒙蒙东东 什么都不知道 那我 其实我成绩也没有很好 那我妈就说 那你要不要去念看看 我就说好啊 反正护士应该也是打针 就是打打针 然后发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这样我就去念 那念了之后才知道 并不是这样子 并不是这样子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因为其实光那个书 就是一大本解剖这样子 就是那个老师发的书就很多 什么内外科 什么那时候也都搞不清楚 什么叫内外科 什么解剖什么之类 那我那时候就 反正就念了 就考上来就念 刚好就真的就考上来就念 那就 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说 走哪一科 哪一科对我的那个 比较有适合 我就跟我的个性我刚开始 我记得我是首小儿科 那小儿科之后 之后 所以同学整个同事都毕业 他说都不做了 不做我就跟着离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离职 对啊 之后就到那个加护病房 所以才开始真正找到我的兴趣 因为加护病房要急 然后又要快 又是外科 然后刚好符合我的个性 那整个 我觉得是激发前人嘛 那我们知道你神经外科 其实就是脑部的部分 或者是脊髓 那大概还有其他的部分 但是像脑部的部分 我们知道都要去评估病人的一个意识 这些都很专业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部分 是怎么样去带领这些的护理人员 在照顾病人上就是更专业 一般就是除了提醒以外 还是就是一直要不厌其烦的 一直提醒一直提醒 那脑部方面的话 我们这边脑神经外科专家 就是我们的主任 他一定知道就是他 就是他随时就是会有任何 就是随时一个变化 然后你如果稍微delay的话 会可能会影响他的愈后 影响他的病情 所以护理人员的那个警觉度 要很够 那在训练方面的话 就是跟着我们的主任一起 就是他训练他的住院医师 还有一些住院总医师 那我就是苏联我们的护理人员 那整个一个团队这样一起 这样一起做学习这样 主任听起来父亲压长是你 在病房里面的好帮手 那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配合得相当好的时候 那么我做到什么程度 他知道 那么他要拿什么药给我 那么我大概就是不需要 就是说你要拿什么药给我 就我手一伸 那么我只一看这个药 是我要的我就打进去 那这要介绍很多时间 我想这个本身来讲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你医护人员 本身平时的训练够 然后彼此之间的协调够 你才有这样子 能够节省时间 能够抢到黄金时间 来替病人再做治疗 所以为什么想我们说 他是一个好帮手 这个原因就是如此 刚才主任说 他会教我们看X光片 除了教X光片以外 还要看那个我们整个 那个电脑断层的片子 有病人片子 他你看到他一进来 他整个那个血块很大 可是他呼吸状态还是很好 整个都很清醒的 那时候我就跟我们医生说 你要赶快给他擦管 擦那个呼吸 他人好好的 没有他的血块很快 很快他就会快有变化了 就是刚才医生有讲 就是你如果医护关系 他你如果说片子 或是会看的话 就很多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 一个治疗方式 因为有老的护士 资深的护士 那也有年轻的医生 那你如果说 两个互相尊重 互相配合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 那个工作的那个默契 还有一些那个护理品质 会很好 那督导我们知道 阿长带的病房 其实是得到医院的最佳护理赞奖 那这个部分 又是怎么样去跟阿长一起 就是让他能够在病房的部分 那你是怎么看待这样子 那护理长他在就是 在协助同仁的部分 他也就是对同仁也都很关心 那在教学方面 领导方面 也都做得很好 我想接下来 我们要一起走进病房 请听病人和家属 在中山复医神经外科病房 所发生的感人故事 他摔下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 我是要下楼梯 要去行动厕所 我发现他的时候 他已经坐在第一层的那个梯间那边 守护着这样子 送到中山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颅内大量出血 分明指数只剩三四 要开刀 有一条 也有可能有 正面有危险 有可能变植物人 医生说 给我上床考虑 这颅内出血 一直大量出血 不能再等 我女儿跑来 第一个时间说要救 我儿子说要救 即使爸爸怎样的 你就是提早陪他走 提早过老年的生活 看看夕阳 看看太阳也好 他说妈妈你不能夸 你夸了 救我的爸爸 先来陪伴他 三十月前 泥座师傅蔡登灿 从六尺高夹层 不慎失足衰落 严重的颅内出血 让他在开刀后 仍处于意识不清的状态 妻子许丽梅 在伤心之余 勇敢地肩负起 24小时全天候 照护丈夫的责任 但他担心 转院之后的居家照顾 无法衔接 美华我在十一楼 那个151的家庭 想要请教你一些问题 那你 好 美华他是我们的出院 准备服务理师 他最主要的服务的职责 是负责我们病人出院 之后的一个出院照护 还会电话追踪 看病人的整个病情的 那个卫教 或者是附件的进展 这样 对 阿姨 你好 我是我们那个医院的 出院准备服务小姐 我姓李 因为上次就是有来看过阿伯 就是说要关心一下阿伯之后 因为你们有在问说 怕担心中心没有附件床 对不对 你有去排其他院 有排四家的 对对对 等通知就好了 好 我刚刚突然想到 忘记跟你讲 就是说 可能考虑去安养中心 暂时如果真的都没有床 我女儿不肯 只是等床而已 不然你们怎么办 这不是我能决定 因为我的家庭支柱就是他 他垮了 所以经济负担就落到儿女身上 所以决定潜事他们 他们既然决然决定要救爸爸 他说不管爸爸救回来是怎样 你要很骄傲至少你孩子很孝顺 对不对 但是 但是我现在是说 我们还是以附件为主 我觉得我们还是 就是他的确比较困难 因为他有个笔乐管 意识不清 然后就是说 还有就是要翻身啊 不能要抱上抱下 程度比较复杂 到了我家 也没有这长期照顾 我即使没有上到 送到安养院到我家 我没有这个折叠这个船 那个我跟你讲 如果真的到时候 你们半年到你回家 政府有资源可以 比如说你常常锁置下来 你连这个船 都可以请补助 如果经济真的很辛苦 也可以借有爱心人士捐赠的扶具 像大爱 有人捐那个轮椅 那个爱心 或爱心家园 彰化也有扶具中心 那个社会资源 有些东西不难 最怕是照顾的 长期人照顾 那我觉得至少孩子很好 孩子都愿意放弃工作 暂时先离开工作来照顾爸爸 我觉得这个很不简单啊 所以我觉得你也不用 觉得太舍不得孩子 对啊 为了他断上全层啊 没有全层 不会啊阿姨 我是觉得孩子不会 因为其实你们 他是脑伤 你不晓得他伤的 他脑伤的成分 他就会弹力跳的 中风是间接室 可是脑伤患人 他要么就是一直这样弹的 要醒来也会突然醒来 没有人敢说 你懂吗 对啊 一直跟我讲说 不要放弃爸爸 要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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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要带他 你知道吗 大家都记得你 有保安的一天 你看看台中的家 你去过很多间 你很多间公司 你都不去过 你不看到 你看看那种 你最爱的 去桌 这场全人医疗会议的召开 是为了协助经济弱势的家属 解决后续附件 及看护费用等问题 因此 出院准备护理师 李美化 约及了医师 社工师 副健师等人 一同讨论 寻求最好的方案 全名叫做全人医疗会议 那其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召开 就是邀请家属跟病人 就是整个医疗团队 像以我们神外病房 就是神外的医师 然后可能相关 跟这个病人家属有相关的 可能他需要的 比如说像今天这个病人 他很明显就是一些 后续经济的问题 所以我们邀请社工 由我出院准备召集 然后邀请相关的科 帮病人量身定做 就适合他可能现存的一些问题 然后找各个团队来跟家属解释 坐下来谈 让家属比较明白说 这个病人目前现在的状况是如何 那后续可能他会面临哪些问题 那我们这些医疗团队 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源跟帮助 让家属比较安心 神外病房主要收治脑部 及脊椎损伤等病患 漫长的治疗期 对病患和家属都是一个煎熬 护理人员除了提供专业的照护 也以贴心的问候 随时给病人加油打气 对病人 对病人 对 等一下 我只要退到护理上去 然后在等电梯的时候 就可以跟他讲了 对啊 OK 走 我知道 好你要叫他好好养大的血管 要好好的那个 因为他又要打点滴了 不要发烧麻烧麻烧 对啊 你血管要养好一点 你看你都成... 不要发烧麻烧麻烧麻烧 对啊 等电梯 一来就去哪里 去哪一楼 十二楼 十二楼 OK OK啦 好 等他在那边等喔 拜拜 伯瀚他是脑受伤的一个病人 他去年发生车祸 然后导致他颅内出血 所以当下有紧急的送来我们医院 把他那个里头的血块拿掉 那他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因为脑受伤的病人 他当下的一个受伤的严重度 决定在他现在那个愈后 所以他现在目前最主要问题 除了复健以外呢 还有就是他那个脑部 脑部整个脊髓啊 自体免疫 就是仿佛的一直感染 一直感染 所以他是目前我们住最久的一个病人 就是控制他的感染 在做复健 就是这样子 去年九月初的时候 就是被同学载嘛 然后被一辆回转的车子撞到 他飞出去 当然骑机车那个也是受伤蛮严重的 然后他就刚好就是头部 装到地上 所以更严重 然后送到中山 到现在就是一年多了 开了好几次到了 博汉的设定的目标 他主要是以在卧床的时间 不要产生额外的变化症为主 那刚刚各位所看到的 他脏轻穴床 事实上对他的肌律神经系统 就是会有训练的到 虽然一个很简单一个姿势改变 那事实上呢 我们正常人每天都在做 事实上我们正常人 也是每天在做一个基本的训练 那病人却没办法 因为他一直都要卧床 所以我们原则是远离 尽可能是离开床 离开枕头 让病人可以直立一个姿势 比如说练坐姿 或者练站姿 这样才能去练得到 他的自律神经系统 跟肺部的功能 那手都会握拳 握起了吗 握起了吗 就是 博焊的改变比较多的就是 我觉得是在他眼球的动作 他在被 譬如说抱转位的时候 甚至他用力的状况下 你 他虽然脑筋没有到全部情形 可是你告诉他 他还是会学会放松 对有些脑伤的病人 即使他 在还没有全部情形的阶段 我们会看到他的动作变多 像最近的嘴巴动作 越来越多 然后他拉到疼痛的反应 以前可能只是说 可是他现在譬如说他会痛 然后会有更明显的动作 甚至是头就扭开 就转开 我觉得 我觉得是类似 从这些的反应 慢慢不同 来 来 来 我回来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管子而已 对不对 这个鼻胃管 是 他的那个点滴都已经拔掉了 现在再帮他擦操 大头 我帮他大头的擦 擦头 附近人做得还不错 都很软 不会像一般的那个 有的肢体都会软缩 对 他附近做得很好 这几天应该没有再烧了吧 没有了 没有了 还不错了 还不错了 弹也都他自己咳 可是不能讲 讲的常常都是破风 没有发烧 隔天又发烧了 然后管子没有掉 隔天就掉了 对 怕的是 对 要讲事情不能给他听到 对 不能给他听到了 对 他会舍不得离开我们 对 他会这样 他一个小奇怪的小朋友 对 真是的 然后这个看护很用心在照顾 对 把他弄得干干 整个床单整个弄得干干净净的 对 然后伯瀚也干干净净的 伯瀚 你有什么心事吗 今天中午没睡 今天中午没睡 难怪脸那么臭 对 都不笑 对 对 等一下你妈咪就来了 照顾这个要长期 她的体力很好 对 来 起来 很好 一二三 好 抬起来 头抬高一点 比较不会那个 好 我要回去忙了 好 再见 谢谢 妈妈刚刚讲说谢谢 哎 怎么脸那么臭 好了 我回去了 明天再来 拜拜 伯瀚住院了一年多来 病况反反复复 有时 有时因为感染 引起其他病发症 幸亏护理师们 及时发现 紧急处理 让病情不至于恶化 这令居住在南头的伯瀚爸妈 万分感激 最感动的地方就是 照顾过她的每一个小姐 有空的时候都会过来捏捏她的脸颊 然后拍拍她的脚 然后叫一叫她的名字 然后问她你今天好不好 甚至说连实习的小姐 实习生他们也都会 实习的护士也都会过来 特别叫她一下 然后早安什么的那种感觉 就是好像给她更多的刺激 这是我们都觉得安慰的一点 早安 先生 等一下 长长 长长 长长长 老婆 给你一坑 你还不客气 要不客气 对 这样子又来 这个还有什么 这个是自己做的 这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谢谢 趕快來都讓你請 對啊 你今年不是在做康復嗎 現在在看嗎 沒有時間 所以現在在哪裡上班 在報社 她是我們之前的一個病人的老婆 然後她很用心在照顧她先生 嫁給她小朋友出來 就在強保中她先生就發病了 就在我們病房住很久這樣 然後都跟我們很熟 那時候我結婚的時候 也有拿西餅給她吃 我不知道她還記得 那一天才跟我講到 結果西餅她沒有吃到 她先生都吃完了 對 所以 現在就很熟 在當成好朋友這樣子 有一次我們要初學檢查 妳知道嗎 七八發書早就要跳 沒說過 那時候她進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心安 你知道嗎 因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 護士都在那邊 大家都跳 你知道嗎 我看得很不敢 因為為了要跳一下 要檢查而已 剛才十幾個 你看 沒有啦 因為多久水管都會 硬化都會燙 都會燙 對啊 要我都會一直扣 一直扣 我們婆婆本身好好 要我們婆婆 都要一直扣 看妳一直扣 對啊 我還感激 那今天我們很榮幸也請到林正寬先生 那她就是八年前就是因為 妳夫人就是腦瘤的關係 住在中山複一 那我們歡迎林正寬先生 那您先生就是我們知道就是 多年前因為夫人就是腦瘤的關係 所以有長達五年的時間住在中山複一 讓她們回想起來當時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況 民國九十五年 我太太突然間就大放電 結果一檢查是犯了這個膠質型母細胞瘤 那是她的簡稱叫GPM 她是非常艱困的一種病 那一段期間我幾乎都全程參與在裡面 我就也退休了 然後全力地照顧我太太 一直到經過六年 六年後就往生了 大部分的時間 這一段時間裡面 進進出出都在中山 中山複一的十一樓神經外科病房 當時他們照顧的部分有沒有印象深刻的 就談起來 這幾個副理人員還有阿長的作風 她是絕斷力很強的主管 處理事情浮浮身風 但是她又特別地有愛心又有耐心 她會不停地來跟你嘘寒問暖 我問你 我們有什麼需要改進的 你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 那我也很認真的學習 所以我跟阿長跟這些醫護團隊 建立一種很好的默契 我不會給他們找麻煩 我絕對相信他們會幫我太太照顧得很好 那在神經外科的病人都是長期在追蹤 那在那個過程當中 怎麼陪伴這些家屬 在那個時候他們的心 就是其實神經外科的病人 很多病人都是需要長期抗散 她治療的很久非常非常的久 那就是在我們護理人員跟家屬之間 要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溝通的一個默契 跟那個醫護關係 其實林先生她剛才很客氣 她自己是一個很模糊 像是模範 家屬 因為我覺得很感動的是 因為她太太住院 就是五年多了 都是一直握病在床 那有時候因為她已經點滴 就打不到 打不到 每次去打的時候 她不會給我們任何的壓力 她只會在旁邊唸 我彌陀佛 那有的人就是你只要打兩針以上 像可能家屬的臉色 或者是其他的臉色就會變了 她一樣就是一直給我們很正向的 一個鼓勵的方式 那我每次一進去到她的病房 她病房都是香的 她把她太太照顧得很好 以及說我們在幫她 其實她也在幫我們 就是互相這樣子 其實在臨床上面 大部分人都會認為說 其實護理長好像沒有直接照顧病人 那護理長要做什麼 其實我們的護理長都是走動式的照顧 因為在一個樓層裡面 有大概四十幾張床 那其實病人跟家屬的病情狀況 她整個的流動 其實護理長都要完全的掌握 所以護理長都是走動式的照顧 她就是每天她到醫院 一大早她會先了解 我這個病室的動態 我哪些病人今天要出院 我哪些病人今天要住院 哪些病人要去做檢查 要開刀 她都療落指掌 雖然她不是直接的照顧 可是她是靈魂人物 她要把整個的 整個的動態掌握得非常的完整 雖然不是直接的照顧 但是很重要 對 梨山海拔約兩千公尺 位於台中市和平區 向來已盛產梨子、甜食、高麗菜等蔬果聞名 梨山地區醫療資源缺乏 民眾看診只能仰賴梨山衛生所 距離最近的大醫院需要三個小時以上車程 中山副醫作為該區後送醫院 特別派遣父親護理長和同伴上山考察醫療需求 同時支援當地的醫療服務 之後還是都會有人一直不需 會過來幫忙 先來探探探這邊 探有什麼特別需要的 然後再回去跟學妹他們講 對 然後順便寫一些新的 讓他們知道這個任務其實還好 不知道還沒有那麼好 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生平第一次來到梨山衛生所 父親護理長一落腳即刻展開工作 他先熟悉所內的醫療環境 必須在醫師開診前掌握取得藥品的途徑 並了解醫療用具的擺放位置 作為專業護理師 父親護理長的經驗精神 可是不分地區的呢 點滴的話 不一定 點滴 這些點滴都是在那邊的 所以大量點滴在那邊 要打的話 他會跟我說 這是通針 這邊醫療就只有這一間嗎 就只有這一間 不這一間去哪裡 他們服務也很好 我們講真的 服務也是醫療的 每次我救護車都是我在家裡 包括那個江醫師 聽到說救護車去部落 就想到說 玩啊 一定是某某人 每次拆都重 你給他賣出色好不好 不啊 不啊 咱煮得比較好 真的嗎 今年六十三歲的草果煉先生 在離山打拼奮鬥四十年 年輕時就經營果園 這些年因為反覆的胃潰瘍發作 縱成身體極大的負擔 前陣子又因為跌倒 而必須常往返衛生所患藥治療 你這個鹹對不對 對 我們怎麼會油膩 那這個很不錯 百一塊可以放 放什麼 這也沒有 可能沒辦法 對啊 我來拿去 哇 可以了嗎 不用煮什麼 不用 也不要煮 也不要吃 好 江明凱醫師 從台中來到離山已經三年半 這裡的美好環境和溫暖人情 都令他珍惜 但他唯一煩惱的是 所謂護理人力的短缺 那因為我們這邊地處偏遠 所以我們很多的護理人力的話 人在這邊工作 可是他的家庭在平地 他就面臨工作以及家庭的抉擇 所以很實際的問題他們還是必須要考慮 會變成我們這邊護理人力的流動力就很高 中山醫學院可以每週派護理人力來支援我們 對我們是相當大的幫忙 救護車快來了 警官你什麼事 救護車來了 到車撞到人 哦 對 現在遊客太多了 站住 你先跟我進來 一到假日 遊客往黎山地區湧入 連帶的一些意外車禍事件的發生機率也變高了 今天好幾個傷患都是因為車禍造成的皮外傷而前來就醫 基層護理工作訓練 扎實的父親護理長馬上進入狀況迅速處理 我也是在做人家庭要弄 沒有在做肚子裡要弄 沒有在做肚子裡要弄 你做肚子裡要弄 暫時要休息 要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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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要休息 暫時要休息 要休息 要看你學員的經營 忙碌充實的醫療工作 站告一段落 父親護理長和同伴賴美玉護理長 開始料理美食 除了從山下帶來的火鍋湯底 還有當地盛產的高麗菜 趁著休息的空檔時間 兩人享用了一頓前所未有的高山醫療午餐 除了有時候要掌控一些人 都去多數的東西 就讀台中科技大學護理研究所的父親護理長 今年已經邁入第三年 轉碩士生的他 為了畢業論文的撰寫 前來學校找指導教授鍾淑英 針對研究方法進行討論 我的論文題目是跟醫療團隊 整個醫療團隊是相關性的 然後我之前 我們現在就是那個疾病的嚴重度 它越來越複雜 那需要整合整個team 就等於說全部的人一起照顧 所以我會選擇這個題目跟臨床 會有相關性這樣子 那這一兩年 包括我們醫院也一直都在推動 這個團隊資源管理的一個教育訓練 所以長官他們會鼓勵我們 這個護理長要先去念 念完之後呢 你才有辦法說服你的同仁去念這樣 前沿裡面 好 所以前沿要加進去就對了 他的病房交班異常事故發生次數 幾年來你就說 大概寫個最近的這幾年嘛 可是你現在學歷啊 你學歷零 好 假設這二這是零 就沒意義 就沒意義 數值太少 所以你要不要把它併在一起 那我把那個護專跟護校併在一起 對 專科級護校 好 併在一起 然後大學級 大學級的研究所 OK 這樣比較有意義性 然後對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他很清楚 他已經寫了八成了 只剩下後面一點點把它描述清楚 對自己的結果要整理好 然後要講解他的結果的內容 就是可能少一個專家裡頭的 我邀請哪些專家 阿娜哪些 專家校度嘛 從師父裡工作那麼多年 那你問我辛苦不辛苦 不用講其實各行各業 每一個各行各業都他而心酸血淚 那我覺得我們護理人員 最主要的是要得到就是一個尊重 最基本的尊重 無論是同儕之間或者是家屬或是病人 如果我們有得到應有的尊重的話 無論在苦在累 我們都願意為大家服務 我們有來自一封離山衛生所 江明凱醫師 寫來的一封信我唸給大家聽 就是在偏遠地區 儘管物質匱乏 可是我們的心靈是富足的 也謝謝你們來離山資源 那希望大家一起來共同守護 我們鄉明的健康 那也聽說你現在為了要更充實自己 也正在進行研究所的一個進修 那這中間的部分是怎麼樣去做一個協調 對我來講的話 那個時間的分配其實還夠 沒有說一直忙的那個 我覺得人 你無論你能力再怎麼好 那個動作再怎麼快 你也只有24小時而已 那就是一樣就是可以 我能做的我就做 那不能做我就是看是要放棄哪一個 比如說當下已經 已經醫院已經很忙了 那我們有多餘的時間再去忙功課 那我可能會選擇休學之類的 或者是比較慢一點畢業 那其實我已經念書念了大概今年 好像第四年了吧 我覺得就是前幾年在醫院忙平健 我就故意 就是把那個入母那一方面把它停下來 然後專心做好那個 那個我們醫院評鑑 然後現在評鑑已經結束了 我就回去再公母的入母這樣 那我想我們也是在此進修 像我自己也是 那主管其實支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督導怎麼去看待阿長進修這件事 也知道您都很鼓勵同仁在此進修 我們就是針對同仁的在此進修 其實我們的護理的專業 不是說我們念了大學畢業就OK 因為時代不斷地在進步 醫療不斷地在進步 那我們要提升自己的專業的能力 兩三個護理長一起念研究所 就會彼此就是會互相鼓勵 然後互相的支持 然後遇到什麼問題就是一起解決 那念起書來就會覺得說有辦 對 有人做辦 然後有人可以真的就是深入其境 然後了解我們在讀書跟工作的苦 那其實苦就一起熬 然後熬過了就是我們的 謝謝 什麼時候畢業 壞了 第一天 我 acabar燃了 我會想過 在這間專業的火車齡 最帶來的